就要慢慢伸直 按摩一样 按摩这个手背 按摩以后他的手就会慢慢放松 他这只手没有中风 是那个右手中风 但是左手跟左脚反而是比较卷曲的 中风本来就是循环不良 气血不通 神经传导不好 所以那是神经传导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说中风阻塞一个血管 那边供氧不足 那边的神经的传导就没办法正常 所以就没办法精通指挥 没办法用我们的意思去准备我们的手掌 各方面 好 一样 我们呢 这个给他按摩 按摩以后呢 他手就会容易 就会比较会有所谓的一个 那这边一样 我们这边一样也是要把它怎么样做所谓的伸展力的一个运动 要有伸展力的运动 那伸展力的运动很好玩 我只要按到某一个地方 妈妈的手就会缓硬 好 就会缓反应 缓硬 缓硬就是说 哎我用了以后 他力道就会缓弹回来 他会跟你对抗 哦 嘿 是这样 所以你要一样每一天要按摩他 好 所以呢 这个就一样 这一手也一样 这一手也一样 这个手你看软了 好 这个已经软了 所以呢 本来是没办法这样 现在已经可以了 这样是很简单 只要对了 就很简单 再来 一样 他的脚底不要怕痛 好 脚底 你看 我只要按他的涌拳 他就会反应 好 我只要按他的涌拳